院長,請問,因為您第一個簽署的人事案就是立法院秘書長的人事案 想說您目前有沒有人選人呢?像是之前被爆牌的包含李自傳甚至廢謀態 謝謝,有思想思考過,但是還沒有行動,還沒有面談過 但是一定要選擇一位優秀的秘書長能夠調和頂覽,處理院務 還要幫助每一個立法委員在問政工作,所有的後勤工作 更重要,他自己的思維也要能夠超越黨派,讓立法院所有的委員盡可能一團合氣 謝謝 因為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在這次大選期間,他有質疑過你 如果你當選的立法院院長可能會帶領17個國民黨執政的縣市長訪問中國 走入國台辦或週年辦,那在這裡問一下你,你有這樣子訪問中國的計畫嗎? 那你怎麼回憶賴清德當選人這一個看法? 我呼憶賴清德總統千萬不要太過度緊張,也不要過度解讀 韓國瑜是中華民國的立法院院長 我僅遵守中華民國的憲法,賦予我的權力與責任 盡量主持議事超然中立 讓立法院的權責 能夠得以到最高程度的聲張 讓立法院所有的委員能夠符合廣大台灣人民的需求 一個掌心的國會 賴清德總統不必過度擔憂 我再從事一遍 我僅遵中華民國的憲法 長者也盡可能客觀中立 所以我對他是非常尊敬 希望他能夠繼續給他打拼 包括國外交工作 大家將來都可以並肩作戰 一起為中華民國的外交來努力 甚至立法院長的辦公室 包括立法院長的官邸 他都可以繼續使用 我這個對手方面一點需求都沒有 但是我沒有想到他立刻辭職了 我覺得非常非常遺憾 我剛才問他 他即將回到宜蘭老家去定居 我只能在這裡祝福劉希坤前院長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 有時間 歡迎回到立法院來看看老朋友 group 詞儺